这个视频里,我来给你讲讲啥叫扇形 比如给你一个圆,从圆形开始画两条半径 那这两条半径与这段圆弧之间所包围的图形就叫做扇形了 很明显,扇形是整个圆形的一部分 咱们把这两条半径所夹的角叫做圆形角 它衡量了扇形张开的大小 比如,这个扇形的圆形角是120度 而这个扇形的圆形角就是90度 那这俩扇形的面积该咋算呢 不难看出,120度的扇形是一个圆的三分之一 所以面积当然也是三分之一了 而90度的扇形是一个圆的四分之一 所以面积就也是四分之一 如果告诉你圆的面积是拍二方 那这俩扇形的面积就分别是三分之拍二方和四分之拍二方了 不难看出,在这里圆形角越大 扇形占整个圆的比例就越大 圆形角越小,扇形所占的比例就越小 那也就是说,扇形所对应的圆形角 是整个周角的几分之几 那扇形的面积也就是整个圆面积的几分之几了 比如随便画个扇形 如果它的圆形角是N度 N度占整个周角的360分之N 那它的面积自然就是整个圆面积的360分之N了 即360分之N乘拍二方 这就是扇形面积的计算公式了 如果进一步告诉你 这个扇形的圆形角是60度 而这个圆的半径是1 那么这俩带进公式算一算 结果就是六分之拍 这就是扇形的面积了 好了,就讲这么多 总结一下 扇形的面积其实就是整个圆面积的一部分 它的圆形角是整个周角的几分之几 那它的面积就是整个圆面积的几分之几 怎么样,听懂了吗 赶紧动手试试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